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黑夜 荒山 险恶的陌道 救援行动遭遇重重阻碍 古墓路的囚徒 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这是一项在偏僻山林中的秘密作用 在夜色的掩护下 同样的劳作已经持续了两个晚上 当人们一门心思盯住那些即将到手的东西时 汪汪会彻底忘掉前座的方形 您好 我要人救命啊 救命啊 什么事情啊 人在山洞 人在洞里面 没有养序 人在山洞里面是吧 快快快 救命救命 我跟他救命 你要讲清楚地点在哪里 龙山龙山 龙山啊 龙山龙山龙山 有人被困在山洞中 隐缺氧昏迷 急需救援 然而令警方感到十分棘手的事 救助者竟然说不清 山洞的确切位置究竟在哪里 那你这条路怎么过去啊 从武峰哪个山哪去啊 你到那个 你到那个 你在那个 新西山里是门口就可以了 新西山里门口 那你在那边等我们 我们通知人过来好了 接到这个景区 我们也比较紧张 我们赶紧赶过来 赶到那个 新西山里门口的时候来 发现那里没人 一个人没有 救助者是没有到达的 还是走错了地方 这时 不远处路边停放的 一辆黑色轿车 引起了黄洁的注意 走到那边上的时候 我们敲进那个窗子 它摇下来 摇下来里面坐着的人 是不是你抱着你 是我抱着你 什么事情 明明看到警车来到 救助者为什么不主动下车机 我也很不情愿的 我很不情愿的 他们不情愿怎么办呢 这个人 他那个人还在下面了 可能他没有死不一定呢 他就讲了 你赶紧跟我去 跟我去 我带你们去 人人人人叫到那坑里了 黄洁心里有些纳闷 但此时情况紧急 救人要紧 黄洁和同事 立即上了求助者的轿车 在途中 黄洁继续询问 人员被困的详细情况 以便为后续的救援 做好准备 你什么样的坑了 你哪里的坑了 你九点多钟 你晚上跑到山上去 你去弄弄弄弄弄 那个洞干什么东西 你怎么跑到那去了 他实在就也没法原来说了 他只有跟我们说了 是我们几个是去挖痕的 反正就事实 没办法抵来的东西 位于浙江省长兴县的 龙山土墩古墓党群 是当地的重要文物保护点 自从2009年考古发掘以来 这里已经出土了 大量宋明等朝代的珍贵文物 引起了国内外考古界的 广泛关注 近年来 形形色色的寻宝人 也把贪婪的目光 钉向这个荒野中的 古墓葬群 最近心机 盗取埋在地下的宝藏 实现一夜暴富的梦想 蔡某小带 当天晚上 他和四名同伙 来到龙山南坡林地中 从一座古墓里面 打捞值钱的东西 他们万万没有想到 就在大宫告成之际 一场灭丁之灾 却突然降临了 他就卡在那个洞里面 拉不出来 可能就困在里面了 可能就缺氧窒息了 黄队长意识到 他们显然是一个盗墓团伙 而眼前这位形色可疑的 求助者 就是其中的一员 他也是一个犯人 他虽然是18 我们先跟他两个人 直播演示 我们就把他控制住 不能让他逃掉了 逃掉了以后 我到底到哪去 我们不知道 林木茂密的龙山 似是一片漆黑 伸手不进五指 而且根本没有上山的公路 这也是一个荒山一样的 它也根本没有一条正儿八经的路 它绕过来绕过去 要避开那些小杂树 也经济从 就这样 深一角浅一角 黄队他们好不容易 才走到被困者所在的盗墓现场 这里架设着灯光照明 散落着各种挖掘和打捞的气质 整个盗墓现场活像一个建筑工地 不过此时 这里已经空无一神 跑得上上面一看 这是哪个地方 它有一个绳子挂到下面去 那个坑是长方形的一个坑 先挖了一个坑 大概有四五米的样子 蔡某告诉民警 他的一个同伴就被困在道洞底下 不能电筑造成了 没发现人 没发现人就从那个洞口喊话了 喊喊看里面也没人答应了 没人答应 被困者是否还活着 谁也不得而知 没有相应的装备 谁也不能贸然下洞查看 时间就是生命 第一时间干到盗墓现场的群警黄杰 将被困人员的方位和状态 及时返回到110指挥中心 为救援行动提供了所需的确切信息 救援行动遭遇重重阻碍 被困者命悬一现 首先看到人的时候 他已经半个身子陷入那个泥潭里面了 不怕团伙跌入死亡陷阱 美式变成一场恶梦 他说这个很难受 而且我都吃不下难受 去的时候都来了 它好像那个也是氧氧化碳中毒了 应该 古墓中的囚徒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消防队员到达现场后 并未有急语吓动失救 很多救援的现场 就是说在不明确 现场情况的时候 看不到的时候 有人愿被困 先用这个气瓶放下去 把气瓶 就是这个压缩空气 打开以后放到里面 就是说冲刺在这个 下面这个空间里面 提高这个氧的含量 让被困者就是说 不在一个缺氧的环境 这个盗洞 使不怕分子 在冲促中挖掘而成的 难以保证坚持可靠 如果发生意外坍塌 后部将不堪设想 好 再这样 因为这个土层 如果是松软的 我在放我们队员下去 和提车的时候 都是有危险的 因为万一支架不老 那么是不是 支币整个架都倒了 那么人员就会有危险 已经服役两年的 消防队员叶锦辉 承担了第一个 下动查看 施救的监据任务 按照操作规程 消防员应该在 保障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施救 可是在现有的条件下 叶锦辉不仅无法 佩戴空气呼吸器 还要脱掉厚重的防护服 在慢慢下降的过程中 高中内部的显状 近距离地呈现在叶锦辉面前 让它感到不寒而立 因为它这个景看上去 非常粗糙 因为下去的时候 周围的泥土 石头 都会掉落的感觉 然后就非常的不牢 降到底部的叶锦辉发现 跟这个直动相连的 是一条更为狭窄的行动 我先看到人的时候 他已经半个绳子 陷入那个泥潭里面了 绳子绑在身上 我可以确定 他已经被人进行施救了 显然他的同伴没有 把他施救出来 被困的男子一动就不动 其实叫他 然后他也没硬 然后当时听到他 有一种声音感觉 就是非常的难受的 难受的那种 所以说我当时想的话 他应该是 现在昏迷状态当中 只要被困者呼吸还在进行 就有希望成功获救 可是就在此时 叶建辉突然感到 自己的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 感觉非常危险 因为感觉 首先第一过去 就闻到一股气流的味道 还有感觉越来越深 呼吸越来越紧凑 叶建辉不敢怠慢 立即将直动中的钢瓶 推向被困者 尽快给航洞内部 补充氧气 被困者 一息尚存 可最终能不能脱险 还是一个未知数 守在洞口的同伙 太某 难以掩饰内心的不安 据蔡卯交代 深陷地下的被困者 是她的朋友 郑梦 也是这次盗墓作案的 始作俑者 2014年1月初 一直从事 古丸买卖的郑梦 来到龙山寻宝 无意中发现了 这座 曾经被人倒挖过的古墓 配葬品都不见了 但里面的棺木 已经万长了岁月 竟然保存完好 郑梦忽然想到 喜欢古丸的宗老板 可能会感兴趣 有一天了 他就是拿那个棺材 赶了一些木片 这木片呢 我们看上面有容器 也很旧的 他问这个什么木头 这木料好不好 这么多年了 他棺材板在地底下 没有烂 应该说料子就不错了 应该是这样讲 可能是南木 我是这样讲的 我们今次南木 今次南木本书 他要回去做家机 就是给我们王国建议 叫我们俩人去 给他帮忙 据证过算 五木中的棺木 至少有两地方面 可以获利十万元以上 暴力面前 大家一排即合 2014年1月5日晚上8点多 郑某 太某 宗某 魏某 周某 固成盗墓团伙 携带铁钩 麻绳 笑棍 汽油具等 盗挖工具 敲敲敲 进山作案 对他们来说 这笔钱将会来得 轻松愉快 很简单 就是把两个木头 拉上来 拉上来 我们又不要卖的 拉上来之后就可以来 我们就可以拿钱 过几年就好 拿钱 然而 事情进展在 并不如他们想象中的 那么轻松 木道中积蓄了 很深的雨水 他们必须先用水桶 排出一部分 才能七颗灌木 知道你们有水的 带水桶去拎的 不知道你们那么多水 就是说拎不掉 打不干 进水后的棺木 湿滑厚重 极难批掉 辛苦劳作了六个多小时 他们才锯下 三块木板 并拉上地面 三块板倒数了之后 开搞得开少了 就是半方的半方 可能都没搞到 就是没有挣到钱 没有挣到钱的情况之下 就去买了个抽水棒 第二天晚上 去把它抽一下之后 就要把点木头 全部搞上来 第二天晚上 抽水泵如期运到了 盗瓦现场 并且直接安放到 井下作业 这个事情总不好的 总是偷的事情 这又不是自己的东西 是吧 总是偷的 要被人家看见了 那么万一报个警 那么这个事情 就说不清楚了 张某下到木道最深处 他必须用手按住进水法 在场的人 当时都没有想到 这样一来 张某就处于 致命的陷阱这种人 高速运短的抽水泵 消耗了洞中 本来就极其有限的氧气 同时又不断排放出 有毒的尾气 不久 张某就感到头晕乏力 他意识到大事不好 还没来得及 发出呼救声 张某就倒在了原地 你怎么了 哎 怎么了 同在洞里的魏某 察觉到郑某的异常反应 立即就用绳子去拉他 但郑某的身体 已经卡住了 更可怕的是 魏某自己也感到晕眩无力 于是他赶紧用手电 发送求救信号 洞口的那边 洞口不是有树吗 他的手电图在那里 放来放去放吗 那我就对手电图在那里 放来放去放了 那我就上去看了嘛 他叫我 把他拉一把 拉一把 快拉他一把 钟某和周某 立即拉动绳索 将魏某抢救出来 我把他拉上来之后呢 他说这个很难受 而且能吃不下来 去的时候出来了 他好像那个 也是一样 和他中毒了应该 下面那个人 晕到下面去 赶紧到救人 灾难就这样 意外的发生了 郑某在洞里 到底怎么样 是死是活 谁的心里都没有底 因为下面没有氧气 我们人下不去 人下去就受不了 那个发动机 让那个烟气 就是太毒了 里面下的 全部是一氧化碳 四个人 一时手足无措 只是机械性地 拉住那根 困住正偶的长绳子 殊不知 这样做 虽然不能安全 救出被困者 反倒会加重他 呼吸时的负担 这几个人 也都没一个明白的人 都是乱七八糟的 做难听的 就是一八五合之中 乱七八糟的 我门又不是怎么 他特别懂的人 此时 每个人头脑里 都在盘旋着 同样一个问题 如果郑某不幸死在洞中 自己又应该 何去何从 救人行动 冒险推荐 洞穴深处 暗藏杀机 消防队员 经历生死考验 他们在路 就感觉 万一这块再塌了 来下来 可能就是在我身上 当时就是这种感觉 看似同心协力的盗墓团伙 一旦遭遇险情 寻宝联盟 瞬间瓦解 我们结果一起出去的话 出了事情的话 它死掉 我们肯定有这样的 一氧化碳中毒 这个人就得快 可能能活得掉 就得慢 可能能死掉 古墓中的囚徒 片榜栏目正在播出 此时 郑毛被困在墓穴深处 已经接近四十分钟 呼吸微弱 意识昏迷 如果不尽快脱离险境 性命还是难保 此前 四名同伙一起用力 都没有一动郑毛 可见难度不小 这人体型 大概在一米七五米以上 体重一百八十多 然后感觉 看上去非常的强壮 时间越来越紧迫 副大队长无为决定 亲自下检 看看究竟 与叶锦辉协同作战 虽然说我可能力气不如他大 但是有一些经验 我认为他是不如我的 我可以叫他在哪几个地方使力 哪几个地方 作为支点来 营救这个被困者 是最合适的 无为推断 除了被困者体重超大 可能还有其他原因 导致此前营救失败 无为很快确定 救援的最大障碍 就是被困者的脚下 因为这个被困者的装脚 现在玉璃里面 这个头顶在这个土坡上 成这么一个趴在这里 这么一个状态 因为他下面的泥潭非常的深 他有个下半分会吸入那个泥潭里面 所以说十九条是非常困难 我一直跟他讲绑在夜下 为什么 这个地方是最不容易滑落的 你绑在其他地方 可能拉拉拉拉 它会拉脱掉 我说绑在夜下 然后外面使劲的时候 因为手这个张开了以后 其实它还是带着的 那么往外拉是没有问题的 航洞深处空间狭小 只能用一人操作 无为替小叶打着手电照明 小叶越过被困者 穿到木岛最深处 徒手去挖开那些 丝丝裹住正貌双脚的粘稠淤泥 只能用手靠着自己的手的感觉 摸到他脚的位置 然后再进行玩 如果看工具的话 你工具感就不到他所在的位置 害怕得进行被困者拉致伤害 被困者的脚从玉璃里面拉出来以后 我想最关键的一步我们完成 这个时候呢 我就让上面通过这个救援三脚架 把我们的这个绳索 绑在这个被困者身上 这个时候呢 就相当于叫离音外合了 无为指挥叶景辉 一手支撑洞壁 一手提拉被困者的腰带 随着脚盘转动 绳索烧紧了 无为注意到了 随之而来的险情 因为这绳子不是碰到这个坑的壁了吗 那我拉拉受力了以后 是不是有可能会塌下来 这个土 所以我说我这里必须要再拽吧 就把这个绳子的这个拐点 给它降低一点 不能不直接接触这个坑的这个壁 上下协力 被困者开始向航洞外缓慢的移动 谁又无法体会太某自食的心情 本来是报案者 却被戴上了手铐 成为五名团伙中 第一个落网的犯罪嫌疑人 我就知道有这个结局 是不是 这个是肯定的 犯了法 做的事 肯定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这是避免不到的 其实蔡某身材贼胖 根本下不了动 那么她在这个无人团伙中 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呢 因为我有个车啊 正好帮她望风 坐在车里 看看我坐在车里 蔡某将自己的黑色轿车 停靠在山脚下 坐在驾驶室中观察动静 如果有风吹草动 她就给山上到啊现场的同伙 鸣笛报信 我给你打三下喇叭 我说就是有人来了 你们赶紧跑 要是不打喇叭 我说就是没人来 你们就把木头吊上来就好了 在案发当晚 蔡某照旧望风 突然接到山上 宗老板打来的电话 宗老板打电话给我 他说人不行了 他说人翻掉了 他说你赶紧上来救人 人命关天 蔡某立即跑到山上 和众人一起拉绳子 可不管他们怎么用力 郑某就是强在洞下 闻死不通 这个反应让同学预感到 郑某的性命已经难保了 那么卡在里面的话 这时候大家都六十五祖 怎么办 就担心他死掉了 就担心这个事情 哪知道 出这个事情了 就是想 这个启发点就是说 真的万不来万不去 真的全过个年 每个人心里都清楚 如果郑某是在盗娃现场 谁都摆脱不了干系 特别怕那个什么 他万一真的死掉了怎么办 我们结果一起出去的话 吃了事情的话 他死掉了 我们肯定有怎么办 他这个时候肯定明白 肯定有这种 我就是试着看 要么要么就报警了 对吧 因为警方救得很快 叫个119 119过来 肯定比我们来得快 很救得快 我就跟他们说 太某的这个决定 让现场的空气 变得更加紧张起来 在同伴遇险的危机关头 是默然逃离 还是甘愿留守 其实我是很愧疚的 我是自私了 所以我先走了 我只要考虑到我是个单位 怕 只要是怕搞得是个淫天不好 在拯救生命的决断时刻 是果断求助 还是永永沉默 非常地复杂 我说为什么 我说我站在那个地方的时候 我也考虑到永永沉默 我心里很复杂 我压力很大的 古墓中的囚徒 拼望栏目 正在播出 既然所有同伙都已经无计可施 那么只有报警求助一条路 才能让被困的郑某 有一个活命的机会 可是大家都明白 报警将意味着什么 想到这里 宗某首先提出来 他要先走一步 我先回去了 我不能在这里 因为我是 因为我有单位的 如果说事情严重的话 可能我工作发不了 宗某试图说服留下来的蔡某 索性好事做到别 和被困的郑某一起 把整个盗墓作案的罪责 全部承担起来 最好就是他们这个事情 他们能够把它 进出来 把他们扛出来 把我讲出来 他们的意思就是说 什么责任都叫我承担 叫我不要跑 他一叫我保住 他我哪里跑得住 我都是什么人 我本身就是个犯法的人 对不对 在报警之前 宗某带着自己的亲戚 周某率先逃离了作案现场 其实我是很愧疚的 我是自私的 所以我先走了 我最后考虑的 我是有单位 主要是怕搞得 什么影响不好 随后另一名同伙 魏某也逃走了 他们就是说 一个一个的跑光了 跑得没有了 就是我一个人 此时到底报不报警 却由蔡某一个人决定 自己和朋友郑某 以及所有同伙的命运 都掌握在蔡某的手中 一念之差 结果可能就是天壤之别 如果说我又不报警 这个事情它就死掉了 很简单的 肯定死掉了 中毒了 因为你一天一天还不死掉 我估计慢个两三分钟就死掉了 不报警 道理上也过不去 杨西山也受到谴责 一辈子都生活在这个环境当中 再说的话 只报不出火的 时间长了 总会水又水出的 如果为了营救郑某而报警 那么第一个拜读的 就是蔡某自己 我要报警了之后 我肯定是要 你盗墓队 对不对 到时候肯定要 给判掉 对吧 肯定要抓到 派到公安局里面去了 一方是朋友的身家性命 一方是自己的逍遥自由 这让蔡某一时间难以取舍 正常的复杂 我说为什么 我说我站在那个地方的时候 我也考虑了有三分钟 他心理很复杂的 你想到晚上 还有几次晚饭的 对不对 就是朋友 对不对 就刚才这样死掉了 你说这个人 当初这个人也接受不了 蔡某最终还是决定报警 给朋友一个活命的机会 我要人救命了 救命了 什么事情 人在山洞 人在洞里面 我们往去 人在山洞里面是吧 我跟讲你们 想像他这种情况 万一那天 就是人民救活 他也能够得到重新出力 自然做了措施 但他知道错了 知道那个能够发生写 能够深入要求 这种行为也知道 幸亏蔡某果断即使报警处理 他让警方有足够的时间 阻止营救 此时 郑某已经从最危险的处境中 拔脱出来 身为体征 也在渐渐恢复回头 他这个养含量可能上来了 这个时候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这哼哼声 也大起来了 因为 就是说 可以 脸色也慢慢的好起来 因为他当时是没有 基本上没有意识了 不要 他的脸或者头 在蹭到这个土上面 就造成二次伤害 就是我们当时后面 还有一个绳在拉 就让他永远就 宝宝是在这坑的中间 在缺氧的环境下 昏迷了一个多小时之后 郑某终于被救到了 地面之上 医生当时我们就交流 他说 目前看 生命是没有危险 但如果说 在下面耽搁的时间 再长一点 活着救上来的 可能因为缺氧的时间长 会有相应的后遗症 哪知道救上来 他真的没死 他真的活了 这是出现了奇迹 还是那个公安系统救得快 那个消防队 我们的消防队很厉害的 他输得很快的下去 消防队员不敢耽搁 一几天昏迷中的郑某 火速送往当地医院抢救 直到第二天中午 郑某才彻底恢复直觉 刚才说 你昨天差点是在里面了 你知道吧 警察这样跟我说的 后来想起来 慢慢有自觉了 令郑某他们哭笑不得的是 他们费尽心机 不惜搭上身家性命 倒出来的棺木 并不是价值昂贵的金丝楠木 而是很普通的章木 只是具有一定的文物价值 招木 这个是香招木 肯定是他不知道 那我不知道以后 就我家里能怎么 反正是以后 同事啊 学生啊 家子啊 社会上的人怎么看啊 这就是个贼嘛 而且是个盗木 目前这个团伙中 郑某 宗某 蔡某 已经被依法逮捕 由于蔡某 又自首立功表现 现在已经办理取保后审 2014年3月25日 浙江省长兴县警方 以盗决古墓葬罪 移送当地检查机关 预备提起公诉 清晨高速公路旁 惊现一句无名语诗 不合理的案发现场 难以解释的辞者装束 迷一样的辞者身份 迷一样的案件线索 随着调查的深入 需要警方解开的谜团 居然逐渐增加 无名女神 片网栏目 近期播出